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们要吃水果和蔬菜? 吃水果和蔬菜的重要性有以下几方面 1. 呼含营养 水果和蔬菜呼含各种必需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对于保持良好的健康至关重要 它们提供了多种营养素,例如维生素C、维生素A、甲、叶酸和纤维 对于各种的身体功能是有益的 2. 预防疾病 呼含水果和蔬菜的饮食与慢性疾病,例如心脏病、某些癌症、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有关 水果和蔬菜中的天然化合物,例如抗氧化剂和植物化学物质 已被证明对这种疾病有保护作用 3. 纤维含量 水果和蔬菜是膳食纤维的极好来源,对于维持健康的消化系统很重要 纤维有助于预防便秘,促进正常排便,并可能降低患痔疮和结肠色失症等疾病的风险 4. 控制体重 水果和蔬菜低热量而且附含纤维有助于控制体重 它们提供饱腹感和满足感,同时提供重要的营养素 因此在保持健康体重或减肥方面是一个优秀的选择 建议涉入多样化的颜色不同的水果和蔬菜 以确保获得广泛的营养素 将它们纳入日常饮食中,可以对健康和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